手电钻这篇承诺了讲开孔和钻头 所以今天这篇就来了 熟悉我内容的朋友都知道 我通常不只告诉你方法 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 以及一些老师傅常用的一些技巧 好了,不说废话,开始正文 先说墙面的开孔 这我问的人多一些 金属开孔和木头开孔随后就来 面前这些都是给墙面开孔的钻墙钻头 这三种是电钻冲击钻用的 标志是钻饼是圆的或三角的 三角的更稳些 因为手钻的加持系统是三角 圆柄夹不紧,容易打滑或甩出来 最左边这个是老式圆柄的混凝土钻头 现在用的人不多了 右边这两个其实都属于多功能钻头 除了钻墙以外 还能兼顾钻金属和磁砖 中间最尖的这个家装师傅最常用 叫偏心钻,也叫三角钻 最右边的这个叫霸王钻 没有偏心钻尖,但也有尖 韧更多 自身金属材质也更硬一些 算是偏心钻的圣级版 钻头装好 冲击钻调到冲击档位就可以钻墙了 这三种都能钻砖墙 进行稳定图 和承重墙 三个的差别只是钻孔效率的区别 开不是特别深的 常用的6毫米8毫米小孔足够用了 缺点是钻不动钢筋,钻到就会卷热 遇到钢筋就要换地方 那么都哪里有钢筋呢? 非承重墙的钢筋最少 根部埋在与它相邻的墙里面 横向差不多小拇指粗 70厘米左右长 它是起墙面稳固作用的 叫抓墙筋 门和窗上面还会有一小段轻质混凝土 叫门梁 里面也有横向抓墙筋那种细钢筋 像图片这种拐角门框这种地方还有混凝土的构造柱 里面会有差不多十指粗的纵向钢筋 承重墙,主梁,承重柱 这类重型混凝土里面是比拇指还粗的螺纹钢了 横竖都有 这类墙面互形图里也都会用加粗加黑来表示 除了尽量避开上竖部位以外 万一打到钢筋 还请记得根据上面说的钢筋走向进行调整位置 想不操心钢筋开更粗更深的孔的话 自然得用电锤加混凝土钻头了 这种钻头就是电锤专用的 两刃四刃的都有 特点是它的柄部比较特殊 像我这个有两个坑,两道槽 如果它是圆的 那它全称就叫圆柄两坑两槽 是插在电锤这种SDS加持系统上的 其他还有方柄的,四个坑的,五个坑的 每个电锤型号对应的钻头都不一样 居家选这种轻型电锤就够用了 开大孔深孔放这种型号膨胀螺丝的时候都是用的 调到锤机加旋转档位 只要电锤有安全离合 而且钻头的合金足够硬 多硬的钢筋混凝土墙都能打动 更大的比如20毫米这种大孔就得用这种专门的开孔钻头了 它钻出来的孔又粗又圆 是拿来走电线和水管用的 更更大的孔像空调,热水器通风孔,上下水管这种用的是水钻 它的钻头反而没有混凝土钻头这样突出的坚韧 和切磁砖的匀时机的锯片类似 一样也是靠断开的这里高速旋转切开的 钻头和墙面高速接触会升温甚至融化 所以要一直用水降温 这也是为什么叫水钻 挡位用的也是钻孔挡而不是垂机挡 不然钻头这么粗,你还冲击 那你这就不是开墙,是拆墙了 另外还有除位的墙 卫生间厨房的墙面大多贴了瓷砖 打孔时不能用冲击挡和电锤直接打 不然钻一下就打烂了 要用瓷砖钻头先用钻孔挡位给瓷砖出来孔 然后再用冲击和垂机挡位钻墙 刚才的偏心钻霸王钻以及钻头有金刚杀的这种钻头 都是瓷砖钻头 偏心钻霸王钻因为顶部有尖 可以直接定位直接钻 不过它俩是用钻头肩部的刃切削式钻孔 所以钻出来的孔边沿会有一丢丢封瓷 但好处是它可以继续钻后面的墙 如果你拿的是冲击钻 钻孔挡位钻瓷砖 钻头后调到冲击挡 就可以直接给墙开孔 一气合成 老师傅都是这么干的 一把冲击钻一个偏心钻 一次搞定钻孔 省事高效 顶部有金刚杀这种钻头 它是靠金刚杀磨的方式钻的 不但可以钻瓷砖还可以钻玻璃 但麻烦的一点是它顶端没有尖头定位 你直接钻它肯定会打滑 所以要先斜着钻个坑 再匀速扶正慢慢的往里钻 而且钻久了上面的金刚杀脱落了 效果就不好了就不能用了 两种钻头算是各有利弊 作业时都记得加水给钻头降温 可以延长寿命也能减少崩磁概率 再说几个小技巧 钻完孔里面塞膨胀丝的话 金属膨胀丝要比塑料的更好用 螺丝也可以适当的选粗一点 比如6毫米膨胀螺刷用4.2毫米的螺丝 这样拧起来会更紧 如果孔打大了或者觉得松 可以往里塞木头填充 比如塞牙签棉签一丝一块子都行 非橙重墙如果打算挂重物的话 即使是金属膨胀螺丝也撑不住的 因为拧紧了 东西重了 它都会把泡沫砖给弄碎 要用泡沫砖专用的中空壁虎穿三次一类的膨胀螺丝才行 它拧拧的时候膨胀的体积比普通膨胀螺丝大得多 这样才能固定牢 膨胀螺丝这部分内容我也有准备 我手里还有拉力剂 回头准备讲一下都怎么用 也用拉力剂直观测下各自的承重 手则完讲钻孔 钻孔完膨胀螺丝 你看我这都配套的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金属钻孔和木头钻孔是单独的视频 全放一起太长也不好分类 OK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